力量就会相对的减小很多 顶膝盖就很容易伤到自己 是的 刚才不一样 靠近之后啊 漂亮 急速的起息 对 这是要防着对手的息 在哈亚 在哈亚近身靠近的时候 开始非常棒打起来 都是比较动力 很聪明 到绳脚之后 马上转出来一次 很重的一个摆拳 对 上场的那种 对 打分打点的这个 一出就是三下四下 对 现在关键是到了中间距离的时候 整体还好 一个摆拳 摆拳 等的就是这个 哈亚等的就是这个 低个打高个最有效果的 好 越气轮连 你看马伦比较擅长的啊 进身之后的吸法 对 而且从出息的速度上 哈亚的应变能力 哈亚在进去的时候啊 高潮 好 高潮 好 漂亮 打出了几记有效果的动作 我们刚刚说马伦 可能也是要需要放开了 他的动作质量其实很好啊 呃 速度上 呃 这是可能这局如果说 呃马伦 呃 已经是这层 看一下吧 这个现在我们看到马伦 已经来劲了啊 最后的十秒 对 呃 大家在心智上的一种较量 对 好 我们把最后的难题扔给裁判 由于篮方选手 弃拳这场比赛 本场比赛的胜者 为 鸿方选手 any winner by the red corner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